台北股市今天 电子族群虽然有一些降温 成交比重不到六成 但是联发哥鸿海今天挺着指数 中场上涨了73点 收20200点 量稍微有些降温降到了3800亿 但是今天法人操作特别有意思了 怎么这么说呢 先来看外资 现货今天持续调节 卖了68.9亿元 但是期货的空单减了 3100多口 还是进空单 目前口数降低到了3340口 但现货到底今天在做什么 因为投信 今天再加码 买超了86.7亿元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说法老师请您上台来 我们先看外资现货卖 卖了哪些 今天先看上市 外资卖联电高股息的ETF 神达这是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高股息ETF 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成名店上药群创统一台湾高股息的动能ETF 还有一拳 这是上市的 上柜外资的卖超 中美金 新权 广民 环球金 还有光阳科 台药 其帮赵立太股以及秦亚 淑芳老师 外资今天上市柜的卖超在卖什么逻辑 卖00940成分个股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有时候00940预估是50档 成分个股 今天卖了32档 他不是最近才要开始买吗 不是传说钱才要灌进来吗 可是因为00940可能跟一般投资朋友 你的架构上面的定义会不太一样 你可能以为高值率概念个股 至少要5个percent 但是以00940他的定义 因为他是说我的年化报酬率是8个percent 对 那就代表说他不是以5个percent为满足 也就是说他未来里面比较像00900 他是以除全息的日期为准 然后换股率频繁 他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仔细看今天 大家就很厉害 就说反正我就去选跟你00939 不一样的股票 我就去选那个后面的后段的 也就不是前十大的持股 那那些股票就拉上来 可是你这些股票拉上来 你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外星就给你倒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市场上面很清楚 投信没这么厉害 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厉害 他就是用电脑程式 那因为939已经过去了 剩下940 他就是剩下明天后天 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持股做补齐 那当然他就去吃他豆腐嘛 所以投信你看 今天投信买超的个股 就是00940的成分股啊 是不是就是 全部都是嘛 全部都是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就是吃他豆腐 可是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现在里面来讲 联电买4939张或是神达 这个是真的 因为神达跨除全息 他买这样子 他们本身来讲话 除全息之后 短线上面会不会有他们卖出的卖牙 如果他是00900同样的逻辑 未来五月份就会调整持股 那可能就是未来的卖牙 你自己要去在一个月前去做留意 那因为他就去买 你看他现在就很聪明 我不去买联发哥了 我不去买联电这种大支的 买了一点点而已 全部都去买小支的 因为他知道他控小支的比较会控 可是这些股票就被外资拿出来卖 那小支的我们之前讲 看头性 大支的看外资 所以这里面自己要去做挑选 OK好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 如果00939在现在止跌了 00940是不是可以安心一点了呢 可以安心一点 但是未来里面我会跟他讲 他的换股频率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这些的中小型个股 如果你自己去试算 除全息过后了 或是呢 他的整个一个殖利率是比较低的 你就先在市场上面去卖出 假设你现在是想要搭轿的人 你以后在市场先行卖出个股 或是你去找雷同性的个股 去做锁单 现在外资 连同性今天都去卖 卖高股CTF就是去锁单的意思 那我反过来未雨绸缪一下 如果在今天只是暂时的止跌 00939还有继续的卖压的话 接下来会有哪些连锁效应 我们先来看看 与00939比较雷同的 这就是台湾高股 他这个党股票叫统一高 台湾高股息动能 那他相似度很高的 譬如说929相似度就7成 919也有了 很多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 我们就必须要去知道说 你如果说你呢 现在不是看00939的问题了 你连00929都要看 为什么 因为00929重复度7成 919也要看 所以今天00929 00919就被外资拿出来阻击 甚至投信也出来卖的一个原因就是 所以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去注意的是 00929 00940 这些前十大的 假设都转弱 你后面就算拉得再厉害 我告诉你 因为他的全值比重低 像今天投信就找那个全值比重很低 只是除全息日期很近的个股去买 那我告诉你 你的禁值还是跌 大家一定要了解 投信是很聪明 但是呢 你就有一个禁值的角度 因为我们台湾是加全指数 你940也有加全 那如果你的前十大都是不会涨 那你就要注意你的禁值是不会动的 那你就只能够什么 针对个股上面 假设你要去搭轿 去做一些技术面上面的一个处理 那00939在最近里面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看一张到五张的买五成以上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100张以上的3000人 我觉得你是很有钱的也OK的 你一次买1000张以上就1500万的人 你真的有金山银山吗 我实在是很怀疑 你该不会真的是拿房子出来抵押的 那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很不值得 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这个部分 那挂牌后抢零股的是7000人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今天抢的还不错 恭喜你 可是你在这个时候总和里面 整个00939 29万人 那买的人我只问大家 我今天不管你买1500万 或是你买整个300万 或是你买一张 整个1500而已 我就问大家 你后面有没有后续的资金可以做摊提 你有的话你都不用考虑很多问题 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当初在买009000 刚挂牌15块钱 跌翻到9块钱 9块多的时候 你知道一堆人在砍 那你在你那个时间点 假设你是定期定额的人 我算过你定期定额人到13块多 他全部都解套 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资金 你有没有 有的话我觉得你只要定期定额都不会死 可是就是怕一些人就是 你看在最近里面就很多人去卖 0093就一上来就卖 你卖就不亏钱吗 那我觉得你自己可能就要考量 你为什么要去认这个 两万点的高股息的ETF 我觉得实在是没有道理 就是一次all in 再我们看下一个部分 我今天讲这个 其实是要告诉大家 你觉得这有可能是投信用的吗 不是吗 这就是有心人是在去 做一些的营造 营造这种气氛 但是我要先讲说 在最近里面 他这个气氛上面跟议题上面为什么很大 有22万人 0094人已经组织了自救会 我觉得你为什么要组织这个自救会 我实在不是很懂 你真正的一个自救是要建立正确的存股观念 才对嘛 请问人家有逼迫你一定要认购吗 没有嘛 他有那个掏空你公司吗 没有嘛 那你组织自救会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觉得真的应该组织自救会 你还不如自救自己 在存股的观念里面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以我来看 我的存股的观念就是我只要碰到十年线 我就一路买 是 十年线 其实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在当时的8523我就说 奇怪为什么不来叫我交存股 十年线你存就对了啦 我没有看过十年线下来 你只要我曾经十年线之下买到手段 快要断掉了你知道吗 可是后来就是大胜 你十年线的价值型的投资 千万要记住不要忘记 那第二件事情 其实出身段跟主身段都没有人要认 很奇怪 那个出身段 我就跟大家讲说 00900在跌破10块11块的时候 一堆人砍 他没想过人气我取的精神 其实任何股票的低点 你问我台积电大家 我还记得我在这边里面 跌到400多300多的时候 一堆人在问台积电 我说你就给我报到2024年 对没错 人气我取为什么没有这种精神 那个时间点的台积电是多头 我随便头砍下给你当乙电 对不对 那时候是不是大空头的图形 一路从600多跌到300多 一定是大空头嘛 人气我取的精神你要有 那所以他后来是不是开始打底上来 我说500多还是可以买 那个是不是就是出身段的开始 主身段的展开是不是就500到600上来 主身段的展开拉回重要性的支撑 只要有手 譬如说季线守住 年线守住买就对了 任何的一个波浪理论里面 你知道一个上扬的均线 不管是季线 不管是在年线 只要碰到他接近他 不管他破与不破 只要他是扣高 你加 你加码就对了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你就自己要知道 只要拉回有手扣的是低一点 就是比你现在的位置 譬如说60天前 240天前扣的位置比现在低 你买就对了 就是加码 再加码 那另外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你现在 在台北股市说实在的 我在股市这么久 我也是只有在今年里面 才看到2万点以上的价格 对不对 所以你在相对的位置 那没有人办法知道说 因为破浪5是没有办法预设高点在哪里的 你只能知道说 这个是历史上面相对的高点 对不对 那你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嘛 那大盘已经涨了什么 完整的5波 可是完整的5波 波浪5是可以无限延伸 它已经进行第二次延伸 你涨了完整的5波 又在历史相对高的位阶 然后你如果是进入升息的循环 那你现在当然就要做 因为你升的越多 你的高股息ETF的一个诱惑率 就会降低 大家先来讲 升息的循环 高股ETF 就像美国 因为它的基本利率是在5%上 那你请问你 你买台湾的一个高股ETF 你在现在跟台湾比有利 你在美国人家不理你 可是现在是这个符合了 这个符合了 但是现在不是在升息循环当中 这个不是嘛 所以你自己要 因为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永远适用的东西 你就可以记起来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部分 好那我如果在这边已经走了完整的5波 如果要在相对的高档我现在去进去 我刚才说你只买一张到五张 我就无可厚非啊 你就资金切割嘛 你开始买就我做好最坏的打算 假设我现在买到2万点 他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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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我很有信心我15块买了没关系我14块再买 然后我13块再买 跌到11块的时候不敢买了 不敢买而且还卖出 这种是最怕的 你应该是再继续买 所以你不要你资金切割 你不要一次买买 定期定额不要怕 一定要记住喔 定期定额四个字不是讲假的 你就真的要去做 那再过来你这个过程中 定期定额去做买入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 假设你的资金是比较宽裕的 你说我现在买一张15块 我跌到14块我买两张可不可以 我跌到13块我买4张 所以定期不定额 对这个就是你这个积极的人 踩金字塔的方式 越跌我买越多 好那我们要如何定 我刚才是讲的是一块一块是一层左右 其实如果以高股息的部分里面 你可以用5%5%5% 因为他本来就一年5% 那你就是5%5%这样慢慢买 这个是定期定额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用金字塔的方式 你就是double double double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那进入降息循环的半年之后 一定要记住 降息循环的半年之后 勇敢去做买进 以现在看到如果6月降息的半年之后 等于说2024年底或2025年初 勇敢的买进 勇敢买进 好这是ETF的存股正确的观念 那最近大家都说要吃这个ETF成分股的豆腐 要吃他的豆腐 这些相关个股到底现在是外资卖的动 还是投信买的动 操作策略要怎么建议 我就跟你讲说 你说像联发科像联电 你说不看外资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 你自己要去做注意 好那现在我告诉大家 有两种检视方法 就是你是中小型的 你当然看投信 对 可是你看完投信之后 你还要看他4月1号以后的动作 比如说00939 你今天投信现在都在卖00939的成分个股 在成何体统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除了现在要看中小型个股 看投信之外 投信还要看他4月1号以后怎么做 你不要像00939 你还挂环没几天 投信就开始针对00939成分个股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今天投信卖超的股票 好多都是00939的股票 我们先看一下投信今天卖超有哪些 投信今天卖超的前十名 华通 望红 新日新 金元店不就是吗 见顶 南亚科 伪创不就是吗 瑞宜也是 对 所以我就说你还要看他们呢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吃人家豆腐 第一个 你今天吃的中小型 投信买的股票 全部被外资到 对不对 那第二个 你还看正式挂牌之后 你这个00939 你会不会的 这个下场跟00940一样 你变成有买转卖 那就麻烦大了 因为这个决定权不是在投信 是在投资朋友你的信心 如果你持续买00940 那还要看外资 假设你们买的 还输给外资卖的00940 那很抱歉 投信也是要站在卖方 因为我说他是净额 净额去做统计的 因为他这家基金 基金经理人 他会去统计他当日的净额 外资加一般投资人加什么 全部加起来之后 是净买还是净卖 净卖他就卖 净买他就买 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我们现在看前十大十股 当然有重复的一些的个股 其中里面联发科就是重复的 但是联发科他今年的配息是55 如果大家记得我跟他讲 不要买到1200以上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55乘以2就1100块 请问是不是就是5% 如果你买在1100块 你看他这次里面跌到1100块附近 就弹起来了 那就是因为你到1100块 他基本上而言就是5个percent 大家就了解这个逻辑了 你买1200以上就不到5个percent 所以你要买这种个股就是1000 你就记住1100左右是你的机会 那你自己记住他的转弱点是1010或988 那第二个是在群光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里面 因为群光是所有的ETF都有 就大家就把他拱得很高 因为群光这家公司流通在外的筹码 是很少的 那拱很高那就涨很多 可是大家想想看群光 他是属于电脑周边产品的 他有没有办法获利成长幅度很大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要跟AI挂上边的可能性也比较难 所以你看他去年是10.35 而且他每一年都有赚这个数字 今年就算AINB出来了 他大概也是多了2块钱 在12.5左右 %配7.8 那你自己乘上来 你要买多少钱 你能够买到156以上吗 你买156以上 你的殖率就是5%以下 那你自己除一下 他现在殖率剩多少 很低耶 群光现在殖率只有剩3%多 所以你这转弱点要定在季线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像之前00878之乱 大家还记得吗 00878曾经大跌过一段 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伪创大涨 广达大涨 大涨之后 他殖率率都很低 所以一成混股一转换的时候 一踢出去 那个卖压就很重 那你这种就要注意 他只剩3%多 那长龙是很好 可是你看他EPS预估的数字 对 实在是差很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红海的状况没有人可以估得出来 假设红海的状况持续下去20块 红海状况里面只有到上半年 那我告诉你只有13块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自己留意 那我觉得这一档个股里面 我会比较建议的原因是 你配10块是不是200块 以下就是5个% 那你给他打折 打9折 就是你不要买到180以上 或是打8折不要买到160 那所以你看他160 180一直在这边动 他就是这样子算出来 其实有一定的逻辑 只是观众朋友不大知道他的逻辑 大概就是打6折 200块的6折 9折或8折 才会出来那个波动的区间里面 那转入点是季限 那汉糖的部分里面配21块 他还是在什么 还是在5个% 所以你看他汉糖股价很稳 可是问题是 他今年到底赚多少 目前没有法人预估 因为他是比较属于无城市的 他比较不是说 你先进设备就一定还要用 我们不知道 可是在这种过程中 我个人觉得他这家公司获利 跟配股还算不错 那转入点是32 那神机电脑为什么拿出来 就是说因为在最近里面 不是神达就是神机 两只神真的很神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他是做强顾电脑的 那他之前的法说会 因为他法说我有去听 他们公司讲 今年里面的成长性 大概只有十几个% 所以十几到20% 所以这样预估出来 今年里面大概就是 七块多的八块 那你七块多的八块 那你六块配五块 真的配得不错八成 那你这个时间点就算 算八块好了 你配六块 我们算你最高 最高要配到六块半好了 六块半是130块 你买到太贵的话 那就很容易就被踢出去 我觉得他这殖利率也非常低 如果以五块来看 他的殖利率非常的低 那这样这种转弱的 你就定在月季线所在位置 所以你的检视这殖利率 技术面 是 好 4月1号 投信的买卖动作 可能就是你检视 00940最佳时机 太重要了 谢谢曙方老师 请先回座了 曙方老师带过法人圈 所以非常知道 到底法人的运作手法如何 所以现阶段 如果00939有机会止跌 00940会怎么样 那如果在接下来 还有卖压 不管当初你的初衷 想要做波段 或者目前想要定期定额的 今天 守方老师告诉你 存股正确的观念是什么 希望您大有收获 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带您看到 最近的行情 有人要吃投信的豆腐 但是又比不过外资 所以常常想要追价 就被吃豆腐了 到底现在一档热门股 或一档全职股 要往多还是往空做 玉恒告诉大家说 股票的期货可以现端你 怎么参考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